欢迎回来日学宗 赤皮之战的关键在于诸葛亮成功地运用美人计与激将法 话说孙策周瑜在征战途中得到了两位爵士姐妹花 孙策娶了大乔 周瑜娶了小乔 堪称是郎才女貌 天作之和 可惜大乔嫁给孙策之后 孙策忙于开创东吴基业 婚后第二年就不幸遇刺而死 那时候大乔不过二十岁出头 就这样手刮了一生 而小乔跟周瑜就比较幸运了 两个人还过了一段相当幸福的生活 不过诸葛亮看得出来周瑜爱其心切 故意地在曹操的儿子曹植写的《同阙台赋》上大作文章 因为这里头有一句话提到了 懒二乔与东南西 诸葛亮就故意地把他解释说 这代表曹操想要抢两位二乔的心思 终于被这么一击决定参战 而诸葛亮也成了最大赢家 竹林里传来阵阵情声 让人听得如痴如醉 东汉建安四年 东吴大将孙策在同窗好友周瑜的扶持下 一举功课晚成 而就在晚成的一个小村庄里住了一位桥公 传言他的两个女儿有清澄清国的美貌 可是大桥小桥他们的父亲呢 在历史上连姓名都没有留下 充其量只是称他桥公 所以说大桥小桥并不是出身于望族 所以桥公只是地方上一个默默无闻的人物 倒是他这个两个女儿呢 具有天香国色的美貌 因此在这个三国志上有写 桥公二女多琉璃 江表传里面曾经写到 桥公二女虽琉璃 代表大桥小桥容貌光彩焕发 也许得孙策和周瑜这一对亲如兄弟的好友 一见到两位美女都纷纷动了心 两人一起向桥公求亲 结果孙策娶了大桥而周瑜则得到小桥为娇妻 如果你我兄弟二人能娶大桥小桥为妻 如何 那可谓英雄家人天左之合 两对才子家人的结合在当时传为佳话 但是史料上除了说大小桥有国色 貌琉璃之外 其实对于他们的长相却少有详细描述 后人只能从这些后汉时期出土的文物中 揣测这两位美女的大概轮廓 我们都看到她们共同特征都是一个非常轻松 然后服装感觉起来 她们如果配合了她们适当的舞蹈 她们身形的轻盈跟服装的一些飘逸动感等等 我们是可以感受到这个整体的一个女性比较鲜弱 而且柔弱婉约的这种特质 是这种特质 来来来… 来 她的袖子比较宽一点点 然后她会就是用绳子 以绳细节就是用绳来打结 当做腰带 或者是她会用带勾来 就是來勾這個腰帶 之後他們在裙子上 他們在裙擺上 他就有很多的 就是很多的裝飾 那他甚至會在 就是說在腰帶上會有一些 就是會有一些飄逸的袋子 所以讓女孩子走路起來 會更有一種那種 搖曳身姿的感覺 兩漢時期的女性之美 強調道德、品性 服飾特色以寧重仆厚為主 三國時代大致延續漢潮的風格 特別的是女性臉上的妝容 從漢潮開始 女人習慣把臉擦得雪白 嘴巴用紅色顏料 塗得小巧精緻 說明了面如凝枝 櫻桃小口 恐怕就是從這時候開始流行 就連曹操的兒子曹植 出門也要化妝 說明了當年文人雅士 追求風采翩翩的外貌 從當時的陪葬泳中 也可以發現 男性用雙手合臥放在膝前 臉部表情平和 頭部微微上下低 顯示出溫文儒雅的姿態 是屬於一個合身 然後比較瘦長型的一些 長袍狀的衣服 那當然一百一斤都是非常大的 所以相對於我們來看 我們可以猜測 其實他們那時候人的生活 在做比較劇烈的活動運動的時候 其實他們服裝是不適宜的 所以相對我們也可以揣測 就是說他們的一些文人修行活動 事實上都屬於一些比較靜態的活動 好 例如說文人流行下棋 他們那時候一些對譯的一些六一棋等等 從四川挖掘出來的兩尊說唱永 就是當年三國中蜀國的所在地 清楚說明了當年蜀國人最喜歡的休閒活動 就是觀看說唱雜耍這些表演 只見這兩尊人用挺著大大的肚子 擺出雙手張開的誇大姿勢 一個人正在講話 而另一人則配合著動作表演 活靈活現的動作在千年之後 仍讓人忍不住想發酵 其實對於東漢到三國這些文人 他們的休閒活動 除了觀賞這些歌舞以外 事實上他們文人之間的生活 下棋比較屬於文人性的活動 我們也可以在活生生的 這些陪葬的一些陶友裡面 來看到一些生活上的印證 三國時期的文人 琴棋書畫樣樣精通 就拿吳國的周瑜來說 史料上記載他年輕有為 相貌堂堂還熟悉音律 就算是九過三巡之後 如果音樂有誤 他也能一聽察覺 並且回頭一望 所以當時的人都說 曲有誤 周朗固 來來來 看看我收集的這些琴譜 主國何時開始喜歡上收集琴譜 我也想像宮景一樣 學習一些音律 他也是多采多藝的 像琴棋書畫 他也是都是會的 所以我們對於周瑜的誤解 其實很多都是來自於三國演義 東吳在軍事上他就是有很多 怎麼講 就是很多的老將 那周瑜他跟孫策 就等於是孫權他的哥哥 他們是童年 所以周瑜他其實當時 當時領大都督的時候 他是很年輕的 那他要怎麼去駕馭這些老將 那表示說他必須 他其實個性要非常的潛功 年紀輕輕 才二十幾歲 已經當上孫吳的大將軍 他和孫姦的兒子孫策 是童年出生的好朋友 情童兄弟 而兩人一起迎娶大小喬 更是親上加親 只可惜才迎娶了美嬌娘 沒多久 孫策便因為中了刺客之劍 而身亡 大喬呢 命比較苦 他嫁給了孫策以後呢 不足兩年 孫策就遇刺身亡 當時的年齡呢 大概只有二十六七歲 因為孫策他留下了四個孩子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孫策絕對不是跟大喬所生 因為大喬呢 他不可能在一年多之內 連生四個孩子 孫策死後 大喬的下落 便沒有人再記載了 而嫁給周瑜的小喬比較幸運 至少和周瑜享受過 十幾年的夫妻生活 那麼小喬呢 嫁給周瑜 周瑜當年是二十五歲 小喬跟周瑜共同生活了婚姻 大概有維持了十二年 那麼周瑜呢 也是英年早逝 他死的時候也只有三十五六歲 兩位亂世家人 雖然都嫁給享立天下的英雄 但也都落得首寡的下場 歷史上關於大小喬的記載 還有一段故事最為傳奇 這是三國演藝中寫到 當年曹操徽兵南下要攻打劉備 諸葛亮為了聯合孫吳的力量 不惜使用激將法 來說服周瑜共同抵抗曹操 甚至在他面前演了一場好戲 只需遲出一夜偏周送兩人到許昌 曹操就會即刻罷兵 這些年來曹操征戰四方 攻城拔戰 而每下一周都要把此周的絕世美女 駐於其中 去遲曹操受臣 他舉久向天誓曰 吾此生只有兩個願望 一願掃平四海 呈千古公尼 二願得江東二橋 以半晚年之樂 至當時這個諸葛亮 去聯合孫权周瑜的時候 他洋裝不知道大橋小橋 跟周瑜孫策的關係 所以他告訴周瑜 何不尋僑宮二女陷於曹操 曹操必定班師 曹操你辱我太甚 宮頸為何罰奴啊 想當年 范怡為保越國平安 還把美女西施 供奉給夫差呢 終於幫著勾建一喜 三年為奴之恥 滅了奴 屈屈二橋 你們有何捨不得啊 諸葛亮還裝傻 他裝傻說何必去去 為兩位美女兒這麼憤怒 周瑜就說 因為大橋是孫策的老婆 小橋是我的老婆 上之天文 下之地理的諸葛亮 怎麼可能不知道 大小橋與周瑜之間的關係 三國演藝中 諸葛亮為了取姓周瑜 還向他解釋 原來曹操在河北 大肆興建銅雀台 用來安詳晚年 他的兒子曹植也做了一首副 描述曹操的豪情壯志 裡面就提到了 兩二橋與東南西 月昭西之羽共 周瑜聽到這句話 以為這二橋就是大小橋 簡直氣炸了 古代這個橋字 其實橋選或大小橋 他們通在了木字旁的橋 那橋 那這兩個橋是相通的 於是乎就可以栽贓啊 栽贓說 曹操他們要的就是這個二橋 這兩位美女 事實上其實只是針對這建築物的 一個描寫 大小橋的國色天香 在三國演藝中 竟然引發曹操、季瑜 甚至造成赤壁之戰 書中透過《銅雀台》 對大小橋展開會聲會影 又極具傳奇性的描述 不僅說明了周瑜、小橋的愛情故事 也給後世民間增添了不少 關於這對才子佳人的想像空間 其實打仗不只是要講計謀 更要講究工具 諸葛亮真的是全方位的軍事天才 他不僅懂謀略 更善於研發最新的武器 休息一下就帶你來看看 這種能夠連環發射的弓箭 據說就是諸葛亮加以改良發明的 我們休息一下